台球厅里 友荣正在和两个男人打台球 可惜没打中 可能球太大影响发挥 也可能是头发挡住了视线 不过问题不大 把头发绑起来就行了 旁边两个男人的心 就像台球一样凌乱 已经没心情打球 只想着看球 老男人叫老王 旁边的老实人叫张三 是老王的女婿 正在帮老王泡妞 打完台球 老王送友荣回家 张三独自一人回到家 然后把验韵棒塞嘴里开始验韵 抽出来发现老婆没有怀孕 都怪自己不争气 老婆建议去医院检查 第二天 夫妻俩来到医院 护士给了张三一个杯子 让他自己去取点样品 张三来到卫生间 很快进入状态 但是脑子里出现的竟然不是老婆 而是有容 两人像一棵海草 随波飘摇 平常半个小时才出来 这次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张三知道自己完蛋了 有点对不起老婆 不敢看老婆的脸 张三是个饭店小老板 正在百无聊赖地收拾东西 有容来到饭店 一直含情默默地看着张三 然后竟然对张三表白了 还邀请张三去他家 张三没想到自己的魅力竟然这么大 作为顾家好男人 张三犹豫了三秒钟之后 做了一个违背老婆的决定 去有容家打扑克 因为太过投入 有容的室友回来了 他们都没发现 可惜回到家里 老婆闻到张三衣服上 有别人的香水味 还有一个性感小妹妹 机智的张三把锅甩给了老丈人 导致了岳父岳母的情感出现危机 老王对这种出卖队友的行为 十分生气 自己出轨了35年 138次都没被发现 结果被女婿给捅破了 之所以记得这么精确 是因为老王是个摄影爱好者 每次出轨都会进行记录 为了给老婆道歉 老王送给老婆一个包包 然而正是这个包包要了老婆的命 老婆下班回家 遇到飞车挡抢走了包包 好不容易夺回包包 却被一辆汽车撞死 树林里有辆车子一直在晃动 这种神奇的现象 吸引了好多孩子们围观 大家都在猜测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正在这时 一只脚伸到了手动挡上 车子向前驶去 很快撞到了大树上 一个女人惊叫起来 原来是一男一女 在里面锻炼身体 张三回到家 骗老婆说是汽车刹车坏了 最好买辆空间更大的新车 老婆勤俭持家 不想浪费钱 不过张三有办法 通过优化菜品 提升服务质量 让餐厅变得红红活 人满为患 很快攒了一笔钱 和情人开上了新车 爱情事业双丰收 让张三变得激情四舍 老婆也对他满意极了 张三简直是 情史黄摸电线银马了 但是老丈人看出了他的猫腻 劝他赶紧停止婚外情 不然早晚会爆雷 果不其然 平安夜里 友荣竟然来到他家楼下 想要见他 这个女人已经开始得寸进尺 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地下情人 张三开始慌了 以扔垃圾为由下楼去见情人 心不在焉地用一个热吻安抚了友荣 担心妻子怀疑 急急忙忙回家 只剩下友荣失落的一个人留在原地 而楼上张三一家 却在开心的欢度圣诞节 经过此事之后 友荣并未放弃 反而应聘成为了餐厅的服务员 妻子毫不知情 对其欣赏有加 甚至让他做兼职保姆照顾老王 和大家住在一起 如此少的工资 能招来一个服务员加保姆 妻子大为满意 却不知此举世引王入室 张三找机会去找友荣摊牌 明明说好的只进入身体 不进入生活的 友荣却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拉开窗帘 开始挑战他的软肋 显然张三经不起挑战 两人干柴烈火一顿燃烧 此处省略五千字 老王拿着一支玫瑰 来到妻子墓前进行悼念 却看到已经有人 送来了一朵玉京香 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回到家中 查找半天 终于找到一张照片 原来妻子早已出轨了按摩师 可恨自己出轨 第一百三十九次的时候 还有愧疚感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生气的老王 拿起妻子的骨灰坛 来到街上开始往外洒 出轨的女人 就该千人踩万人塔 幸好女婿张三及时发现 劝止了这种不环保行为 但是老王不想善罢甘休 拿起棍子要去找按摩师算账 在妻子墓前终于等到按摩师 却是个盲人 老王放弃了动物 通过跟按摩师的聊天 老王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妻子 也从未真正关心过妻子想要什么 妻子一直想要自己的关心 自己却把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了其他女人身上 有了老丈人的前车之鉴 张三重新审视自己的感情 决定跟友荣分手 回归家庭 俩人约在马克思餐厅见面 张三正式提出了分手 友荣十分生气 正在这时 妻子小美却赶到了餐厅 原来妻子已经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是过来桌奸的 友荣不但不紧张 反而主动邀请小美上来聊天 小美上来后并没有发现张三 原来她吓得躲在了桌子底下 听着俩人聊天 张三恨不得直接蒸发 当听到友荣怀孕了 张三知道自己往火要被烧死了 急忙跟着送餐车溜出去 正巧在楼下碰到岳父 老岳父外号及时雨 马上有了救场妙招 替张三出场 出现在两个女人面前 给女儿解释道 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 女儿听得目瞪狗呆 友荣也有点反应不及 老王直接对着餐厅群众 宣布自己有了孩子 将此事做成了铁案 女儿和友荣只好接受了现实 回到家中 看着老公准备的烛光晚餐 小美十分感动和愧疚 觉得自己误解了丈夫 然后幸福地告诉老公 自己已经怀孕七周了 影片至此 一家人终于混乱 而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两个孕妇都有了归宿 老婆和情人和谐的生活 在同一个屋檐下 老王作为接盘侠也很满意 为了放下过往 开始新的生活 老王带着老婆的骨灰 坐了趟过山车 这是老婆一直以来的心愿 将老婆的骨灰扬在风中 仿佛再次拥抱了老婆 回到了年轻时候 两人的爱情历历在目 回忆和现实交织在了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